第五件 最後一件事 第五件事情 就是我這幾個月也在玩的一件事情 最後一件事 第五件最後一件事 就是我這幾個在 第五件最後一件事 就是我這幾個月在玩的事情 就是我在玩蝦皮 就是一個購物 然後線上的購物平台 那我在上面有賣一些什麼惡熟啊 或者是全新的東西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就是變成我們可以有的可以面交 那我們就可以跟各種攝影師交流 或者是你想要跟我面交也是可以 你就跟我買東西 你就可以跟我見面 然後跟我聊天 然後就很有趣 然後我還會順手給你一張名片 然後你就可以回去好好的看我的YouTube之類的 我覺得這是還蠻酷炫的機會 那二手東西就是我把我一些 可能不常用的東西 我就把它拿上去蝦皮拍賣 那其實效果還蠻好的 就因為我都賣便宜亂賣 然後變成大家都會狂賣 然後我已經寄出好多好多件包裹 就每天都在跑超商 然後在那裡點到電寄送 然後在那點點點點點 還沒有好玩的啦 有興趣可以看一下 上面就是賣一些各種 攝影器材啊科技產品的東西 就是我有興趣的東西我就賣 就這麼簡單